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五 华强北淘机 我最快 今天我们依旧来到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关注我所有手机的批发行情都在这里 最近很多小伙伴都在问小五1000左右能入手什么五具手机性价比会比较高 今天我们就带这些粉丝的问题 一起去华强北看看最近二手机行情如何 以及1000左右能入手什么五具手机来到市场 我们优先帮这位管西的粉丝夏先生去市场淘个苹果11波罗麦克斯 手上这台呢是一个无所256g的95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95成星的也是在一个5000左右的预算 相比之前拿货呢 也是跌了一个三四百 相比苹果十二续航散热拉垮问题 十一波罗麦克斯也是要好很多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首先呢 它的电池容量是有一个3969毫安 续航方面呢 我们是不用担心 内置a13的处理器 后置三项头1200万的像素 6 5寸的二楼异地屏 屏幕显示效果呢 也是非常不错 拿来当主力机用个三年左右呢 也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12波罗麦克斯呢 最近市场也是跌了500左右 目前也可以说是入手的好时机了 手上这台呢 我们是帮这位东网的粉丝黄先生去市场淘的一个12波罗麦克斯 这是一个无所128g的 目前市场99成星的是在一个63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这位粉丝呢 也是经常关注 我们知道苹果的机器目前也是大跌价 所以是让我们去市场帮忙讨一个橙色好一点的机器 12波罗麦克斯内置a14的处理器 6 7寸的二位楼异地屏 后置三项头1200万的像素 续航方面呢 电池容量也是有一个3687毫安 不仅支持5G网络 如果你有双卡需求的话 还可以当卡改双卡 现在我们再来帮这位山东的粉丝赵先生去市场拿个苹果Xs 麦克斯 手上这台呢 也是一个无所256g的 目前市场95成金呢 是在一个3400左右的预算 预算在3000左右呢 xs max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首先呢 它是内置搭着a12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特别强悍 屏幕也是采用一个6 5寸的二位楼异地屏 不仅显示效果好 而且屏幕占比也大 虚昂方面 电池容量也是有一个3174毫安 拿来当主力机或者游戏机用个两三年呢 也是不用担心他会不会卡顿的一个问题 苹果12这款机器呢 最近市场也是跌到了3000多 手上这台呢 我们是帮这位深圳同城的粉丝黄先生去市场淘得一个苹果12黑解无所64g的 外观橙色95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也是在一个38左右的预算 机器呢 也是原装无猜无修的 6 1寸的二位楼异地刘海平内置a14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目前呢 也是支持一个5g网络 如果有双卡需求 还可以当卡改双卡 后置双色1200万的像素 拿来当主力机或者游戏机用个三年左右呢 也不是不用担心他的一个配置会不会跟不上 运行卡顿的问题 1000左右的预算 最近性价比的5g手机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三星s5g版本8加256g的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18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首先呢 他不仅支持5g网络 而且还是一个256g的大内存 屏幕呢 也是采用一个6 7寸的三星2k楼性屏 不仅屏幕大 显示效果好 而且系统运行呢 也是非常顺畅 后置拍摄也是非常清晰 同时续航方面呢 电池容量也是有一个4500毫安 现在呢 我们再来帮助福建的粉丝 廖先生去市场哪一个华为妹的30rs保时捷 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12加512g的外观橙色九九成星 没有磕碰滑合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67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目前呢 市场全新机拿货的话也是在12000左右 这里就有很大的一个差价 首先呢 它是一个内置麒麟990的 处理器 支持5g网络 屏幕呢 也是一个653寸的瀑布屏 后置四个像头4000万的像素 电池容量也有一个4500毫安 同时呢 也是支持鸿蒙系统 双卡双待 现在我们再来帮助湖南的粉丝 曹先生去市场拿一个华为的妹特40polo 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5g版本8加256g的白色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6500左右的预算 相比全新机 这里是个1000多左右的差价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内置麒麟9000的处理器 676寸的双举面屏 后置5000万的像素 4400毫安的电池容量 不论是性能 续航配置各方面 外观 颜值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位粉丝呢 前半年也是在我们这里入手了一个mate20polo 用了半年多没什么问题 但是想换一个配置好一点的机器 所以是让我们去市场帮忙挑一个橙色好一点的 手上这台机器呢 也是目前市场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它是一个华为mate20polo 优低版本 支持指纹面容解锁的8加128句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2200左右的预算 我们一起来看下它的一个配置 首先呢 屏幕的话 它是一个639寸的oled 双曲面屏 后置莱卡三色4000万的像素 电池容量也有一个4200毫安 同时内置搭载麒麟980的处理器 运行高配置游戏也是不会卡顿 拿来当主力机或者游戏机 用个两三年呢 也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关于配件这块呢 现在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手上这款手表呢 就是目前市场非常火的一款手表 华强北版本的gt2polo 保时捷终结款 那这款手表它有什么亮点呢 首先它是采用一个316不锈钢的材质 屏幕的话 它是采用一个mline的454×454的高清视网膜 显示呢 也是非常清晰 同时也是带一个吸屏场写 功能上面呢 还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它还是有一个那个mp3音乐独立播放的 它是有配一个黑色的硅胶表带 黑色的皮带 跟一个黑色的钢带 配件也是非常的多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400左右的预算 然后这款手表呢 是一个华强北版本的 s6 华强北版本的苹果s6 它的功能呢 也是非常值钱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消息 电话 蓝牙 通知 心电图 睡眠监测 运动 心率 血压 血氧 蓝牙音乐 省电模式 qq通知 微信通知 功能呢 也是非常值钱 然后它也是一个支持磁吸充电的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 下面这两款耳机呢 是一个无线蓝牙耳机 这款的话是目前市场非常 目前市场推的最火的一个1562m的 二代的 然后可以看到 跟正品一样的外观设计 然后续航时间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音质也是非常好 这款的话是在一个100左右的预算 这款呢 是一个1562a的 然后支持降噪改名通透的 基本正品有的功能 它都有 然后续航时间也是非常好的 它是带有一个降噪的 打游戏的话 用这个是非常适合的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 好了 今天的话就差不多分享到这了 如果说喜欢小五的给小五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